患有糖尿病的哈山 是一位計程車司機 被部長入窗 手術切除後 卻一直沒有好好護理傷口 因此導致傷口嚴重潰爛 每天都要去醫療 如果要去醫療 都要去醫療 這什麼都要去醫療 都要去醫療 非常感謝師傅 很多幫助我 哈山口中感謝的人 就是慈濟人醫會的醫護人員 現在他的傷口逐漸好轉 也已經能夠鑄著拐杖 漫步行走 現在已經是可以每兩天 就洗傷口一次都可以了 就從以前完全不可以自己做起來 現在自己走動差不多是 已經恢復到應該是差不多 100% 職工與仁醫團隊對丈夫的照顧 讓哈山的妻子深受感動 她也以竹筒存款的方式 來回饋慈激 同樣也因為糖尿病 導致傷口無法癒合的 還有慈濟照顧護摩根 太太原本代替先生 飄起家中經濟重擔 但受疫情想沒了工作 慈濟職工給予必要的協助 在慈激職工與仁醫團隊的幫助和細心照料下 哈山與摩根的傷口沒有繼續惡化 兩家人也能夠安心過日子 大約新聞 這上面之工馬來西亞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